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亚洲投顾林铜像 欢迎收听优质节目频道 林佳应对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 今天是4月22号礼拜一 台股今天上涨39点 收在7970点 量能量能比昨天来的小一点点 礼拜五是861亿 那今天大盘成交量是756亿 在节目一开始 跟投票报告一个好消息 也就是说林铜像 我们赢家应对正式成立一个粉丝团 我不晓得听众朋友 你本身有没有Facebook 你有没有Facebook这个账号 如果你本身有Facebook这个账号 那你可以去搜寻 你可以去搜寻 赢家应对林铜像粉丝团 那如果说 老师我本身并没有Facebook 那也没关系 你可以上YouTube的网站 YouTube的网站 你用关键字去搜寻 你打林铜像去搜寻就可以了 那每天 每天我们大概会录 录影 录影一段大概是 7分钟到10分钟的影片 就是说我们在不管是在Facebook 或者在YouTube 基本上投票你都可以看到 我们用影片的方式去跟投票去做解盘 因为很多朋友反映一个现象 就是说老师 那个听广播 只能听到声音并没有图形 那因为我们做股票本身要图形 图文并茂的话会比较清楚一点点 那各位亲爱的投票你们的声音我们有听到了 所以我们在脸书 就是Facebook 我们有成立一个赢家应对 林铜像粉丝团 除了刚才我们跟你讲的影片之外 那盘中 盘中我们大概也会每天固定去po一则讯息 就是我们对今天盘中当下我们的看法 所以希望投票 你现在要收听我们这个优质节目频道有几个管道 第一个就是晚上八点到八点半 你打开收音机 正是我们就在空中做相会嘛 那如果你在广播的时间你没办法听到 那你可以到真身广播电台的官方网站 或者到我们公司的官方网站 这个节目都是24小时不断在重播 那如果你本身可以上网路的话 你有Facebook 或者你可以到YouTube的话 那每天晚上大概是六点以后 我们会录一段影片 这段影片大概是五到十分钟 就是把当天大盘的盘式 用影片的方式 这样子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图形 用图文的并 图文笔帽的方式 帮投票去做解盘 好不好 今天4月22号正式上线 好不好 那就节目正式的开始了 各位亲爱的投票 今天4月22号台股上涨39点 收了7970点 量人我们刚才讲过 今天量人756亿 比上个礼拜的861亿 少了将近快要100亿 虽然少了将近100亿 但是瑕不掩瑜 今天大盘真的很强势 事实上关盘的重点应该是在上个礼拜五 上个礼拜五台股因为台积电的关系 涨了139点 我在过去的节目当中 我说过 本波最重要的点位就是7913点 如果它能够站上 它代表形态做扭转 也就是说台股由下跌盘 转为盘肩盘 听我意思吗 就是说 做股票基本上 你一定要去了解 一般人做股票 它是用月线 周线 日线 大家知道我的意思 就是我们做股票 一般人看的K线图 就是日线 周线 月线 那如果我今天不看月线 周线 日线 那我是用所谓的K棒理论去讲 那就是所谓的短线 中线跟长线 那短线是指极短线 就是日K棒 好 那如果说指中的话 就是指形态学 指形态学 那如果你看到月线 就是我们讲的形态 就是讲我们讲的趋势 修正 就是讲的多空趋势 所以说 看法事实上是一体两面的 观念都是 都是环环相扣 都是相通的 如果说你今天是看K棒 日线 周线 夜线 那如果你不看这个 那就是看短线的支撑 短线的支撑点跟压力点 或者形态学 或者更长的 就是趋势的多跟空 好 那为什么要跟投资本来这样去讲 在上个礼拜台股 因为台积电法说 会释放出来的 重大的讯息的利多 涨了139点 站上7913点 我说我改变我的看法 因为他站上了 所以他从下跌盘 转为盘 肩盘 投票 在这边你说我会不会错 我可以告诉你 我会错 一般的投资老师 不会告诉你 他会错 我告诉你 我会错 虽然 有时候你会觉得我很准 好像从去年的7050 一路涨到8089 几乎每波 我们都有帮你抓对 我会不会错 会 但是我只会错一天 错了那一天 我就知道 我错在哪边了 就是说做股票 做股票 你不可能永远不会错的 如果有人会告诉你 他做股票永远不会错 或者他能够买最低 卖最高 那我觉得那是天底下最大的谎言 操作股票 操作错误 并没有什么可耻的地方 第一个 你只要严格设停损 这第一点 第二个 你要知道你为什么错 第三个 你要把你错的时间点 把它缩小 你听我意思吗 就说 错的时间点 你要把它缩小 我举例好了 像去年 去年的中秋节那时候 大概是9月中旬 跌到11月中旬 跌两个月 那你总不会跌两个月才告诉我 这边都已经跌破 季线半年线了 然后你告诉我 你要翻空吧 你听我意思吗 你总不会跌了两个月 然后才告诉大家说 台股拉回有疑虑吧 逻辑应该不是这样子吗 我就说 你能不能在当下 第一时间点 你大概就知道 你的问题处在哪里 或者 如果你今天放空好了 就说从去年11月 我说这个盘会嘎空 结果涨到3月 11号的8089 涨了几个月 11月 12月 1月 2月 3月 涨了四个月 然后你空单回补 回补在最高点 应该不是这样子吧 就是说 操作股票 你能不能在低时间点 你就知道 哪个点位 突破或跌破 你应该做适度的修改 好 我会不会错 会 我只会错一天 我不会去跟你凹单 我知道 我在做什么 也许 也许这种话 我不想你能不能接受了 但是 各位亲爱的投票 我真的希望有一天 你在股市里面的学习跟成长 或者赚钱赔钱的过程中 你能够让自己在第一个时间点 你就知道你该如何去应对了 好不好 所以我们那时候告诉大家 我说如果站上7913点 我会改变我的看法 有三种走势 第一种走势就是V型反转 第二种走势就是拉台积电 然后盘右肩 也不算是右肩 叫做三尊头 只是让子弹不断的重复做操劳 第三个 盘完之后又开始做下跌 今天台股上涨39点 用跳空缺口的方式涨起来 好 在上个礼拜六 我们不管是中立或台北投资讲座 我们已经跟你解的很仔细了 如果没有来听的投资票 请你仔细的听下来 台股如果它是要用V型反转的话 它是要用跳空缺口的不断做上涨 所以上个礼拜五第一个跳空缺口 今天第二个跳空缺口 有那个味道吗 真的有那个味道 不过比较可惜一点点 跳空缺口量能必须做放大 今天的量能比上个礼拜五 缩小将近100亿 气势有没有做出来 有 真的你从这波反弹的力道 本波反弹的力道真的很陡 所以它有没有 V型反转的味道 有 真的有 只是可惜败品一点点 量能少了一点点 如果 如果它能够用V型反转的方式 继续涨 那我的看法 我们的四月多空关键转折报告告诉大家的 就是上看 8158点 调外一组 好 那如果 明天没办法继续用跳空的方式 而是做拉回 那台股就是我讲的 它由下跌盘 转为 盘 肩盘 继续横盘整理 也就是从过去的M头 转为三尊头 所以明后两天的走势 很重要 好 所以大盘几乎是 讲完了 看个股 今天重量级的全资股 应该是25市的联发科 联发科 凭心而言 超乎我的预期 如果各位亲爱的朋友 你本身有把联发科 稍微做研究一下 就说你把这档个股 它过去所有的股性 把它调出来 通常联发科在四月五月 不太会涨 这个就说 你要操作一档个股的时候 你应该去留意 也就是说联发科 通常是在中国大陆的五一长假之前 会见高档 就过去的走势图 当然他今天很强 超强的 尤其像经济日报 他的头盘头条告诉我们 联发科他的五月的出货 即将冲高 因为他罕见的订单控制 措施奏效 所以他今天创新高 凭心而言 凭心而言 联发科 强不强360斤 超乎我的预期 这是实话 但是 投票 我希望你去留意 他在创高的过程中 今天留有很长的上线 所以你要举一反三 今天的反弹过程中 已经有卖压做了调节 所以你短线 不用去追高 他会拉回 让你买 除了这个之外 连续两天爆大量 所以大量的低点不能破 他短线已经有压力做出来了 他会拉回让你买 你不用急着去追 除了联发科表现比较强之外 各位亲爱的投票 上个礼拜的强势股 29.8 宏达电 宏达电间谍 宏达电谍 宏达电我上个礼拜我卖掉了 我就告诉我卖掉了 好 宏达电 连续两天做拉回哦 表是我们之前告诉大家的 宏达电他用单一只脚突破 突破280到300块 这个横盘整理区间不太容易 我不否认 宏达电本破的反弹 蛮强的 但是你要用单一只脚反弹创新高 不太可能 好 247式的可乘 可乘上个礼拜五 台股创新高的时候 台股涨了139点 可乘他是创新高之后 收黑K棒 朋友朋友 你知道我在跟你带什么啊 事实上我是在跟你带联发科 可乘今天事实上跌的蛮深的 相对而言 相对 我是说相对 相对而言 今天可乘的跌幅算是比较大一点点 好 特别 可乘上个礼拜 他是 上个礼拜五 创新高 来到 152块 创新高收黑K棒 今天拉回 减收盘价146.5 所以如果可乘 你知道的话 那你应该有联想力 你应该去联想力 就是247式 245式的 联发科 可能今天礼拜一吧 解盘有点 KK的 如果可乘你可以接受的话 那你就会去 起立反三 245式的联发科 今天联发科创新高 他不应该留上一线 那么长 就如同 上个礼拜五 可乘创新高一样 3673TPK 他今天告诉我们 TPK即将举行法说了嘛 好 TPK今天 经济之霸也告诉我们 他说 TPK 首季的EPS 估计 可能超过 10块钱 后天 就是TPK的 举行法说会嘛 那各位亲爱的投票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TPK 里当突破 创新高 642块 为什么今天没有 今天TPK 收618块 3658的汉维科 台积电相关概念股 台积电连续两天大涨 哇 台积电平行而言 真的很强 好 台积电连续两天上涨 他也带动其他的 例如像日月光 或者是 细品 或者是其他个股 都带动起来 好 那汉维科为什么没有 汉维科 为什么没有 创新高呢 我的观念 我还是一样 汉维科 或者是 加登 或者是 红硕 反弹请你 找卖点 看法 没有改变 至于其他的 3008的大力光 像 可能市场要告诉大家 因为Apple的股价 或者Apple 未来的 新产品 出货的 进度 速度可能会比较 慢一点 所以Apple的其他 相关概念股 可能 受贿会 会比较慢 所以今天大力光 做拉回 投票 这种都是 后知后觉的话 我刚才跟你讲 高加累股 除了联发科 今天表现比较强之外 红达电 可乘 TPK 汉维科 大力光 事实上表现 都没有我们想象中 来得强 所以我的看法 明天应该是关系到台股 它是用V型反转的方式 还是由下跌盘 转为盘 肩盘 大概是这样子 但是不管是下跌 不管是V型反转 还是盘肩盘 它隐瞰告诉我们 隐瞰告诉我们的 就是台股要在 4月底 5月初之前 中错的机会 应该是 没有的 好 那除了这个之外 本坡的上涨 是因为台积电造成的 所以 朋友 有空请你去看 费城半导体 跟NASDA 费城半导体 它很明显的 它目前已经形成一个 三尊头了 我的看法 就算台积电 真的很强 但是 费城半导体 它的 线形图 已经告诉我们了 费贩的走势 已经走落了 好 那NASDA NASDA 本坡的拉回角度 又特别的陡峭 所以NASDA 真的很希望 朋友去观察一个重点 未来影响台股的 不是台积电 不是台积电的 因为台积电 已经连续两天 做反应了 也不是宏达电 因为宏达电 单一只脚 不可能突破 过去的相形整理 尤其它目前 手机的EPS 并没有赚多少钱 未来影响 真正台股的走势 就是在 NASDA NASDA 本坡的反弹 角度是如何 这个请你 务必做留意 所以台股 明后两天 大概就可以知道 它是用 V型反转的方式 创新高 它就会来到 8158了 如果它没办法 就会走为 盘间盘 不管是哪一种 不管哪一种 也就是从 上个礼拜五 到4月底 或者是 5月初 5月多空 关键点 开出来这段时间点 台股应该是 不会有多大的 危险 应该是不会有 多大的危险 所以这边 这段期间 大概10天左右 希望 如果你之前 有套股 套牢的 如果你之前 有套牢的 你应该 解释你手中的持股 如果你要强短 也可以 你要强短也可以 好 那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将做 最后的叮咛 需要你 举一 做翻三 指数创新高 你就要将 你的支撑点 做提高 这个我们讲过 很多次 你要保持 你的行车距离 前方时速 50 你就开50 前方时速 80 你就开80公里 前方时速 100公里 你就开100公里 上个礼拜五 我们告诉你 台股 涨上来了 突破7913 所以当天的低点 7862点 是最重要的 支撑点 今天台股又提高了 今天又涨了嘛 今天最高点 来到7996嘛 所以各位亲爱的 投票 希望 你把观念 建起来 你将要 把你的支撑点 提高到 7933点 7933 就是我讲的 指数创新高 你就要将你的支撑点 不断向上 做 跌高 跟它保持 行车距离 所以 你这时候 你就要把你的 日线的支撑点 形态的支撑点 跟趋势的 多空 关键点 把它找出来 好不好 这是举一反三的 反射性动作 时间关系 我们进广告 电话 02 2570 5657 今天是 4月22号嘛 今天4月22号 不想听众朋友知不知道 今天是世界地球日 也许这个节日 对你本身 应该 老实在 什么节日 世界地球日 简单说 就是保护地球 尤其你看到 四川 大地震 你会觉得 真的是 自然界的 力量 是真的 蛮大的 我们这边 真的是希望 投票能够 应该是说 环保 不管是环保 或者尽心去 保护这个地球 除了这个之外 可能我自己本身 吃素食 有些听众朋友知道 我自己本身 如素 吃菜 如素已经超过十年了 那我觉得 保护地球 不只是 单纯的 环保而已 一般我们讲的 环保 可能不管是空气 或者水污染 这个叫做环保 或者垃圾分类 这个叫环保 事实上 广泛的 或者是广义的 环保 还包含 一个人的思想 就是磁场 一个人的思想 跟一个人的磁场 那个事实上 也是对地球 是某种的保护 这种东西 如果你本身 对于灵性的修行 有兴趣的话 大概你就知道 在表达 什么意思 那只是想利用 今天这个节日 4月22号 世界地球日 跟投票 一起去共勉 在你心有欲力的情况之下 多多吃素 环保 就地球 这是我自己 吃素 十多年的一个 的心得 那这个也跟投票 去共勉 就是说 如同一开始 破题我所讲的 操作股票 你又不会错 一定会错 那你们在 第一个时间点 去改变 或去修正你的方式 很多人会觉得 也许你说我功夫不好 那我会彼此摸一摸 反正我们错 错一天 这是事实 但是你能不能在 当下第一时间点 就修正你的看法 我觉得那很重要 那个才是关系到 你 你 股市长久 一个很重要的 因素点 我不想你认不认同 但是这是我 今天想跟投票 去分享 很重要的一句话 功夫再好 其实到后来 影响你 财富 最重要的 因素 是在于 你 个人 这一颗心 你的心 如果你能够 保持你的心 如如不动 自然而言 自然而然 你在瞬间的 反应过程中 你会比较敏感 自然而然 你在瞬间的 反应过程中 你会比较 应该是说 心无好淡念 好不好 今天世界地球日 希望大家一起共眠 吃素 环保 救地球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再度回到 优质节目现场 我是亚洲投顾 林铜像 在大盘目前 不是V型反转 就是盘间盘的 情况之下 从现在到 四月底 应该不会有 多大的问题 所以 投票 你的操作个股 你必须去寻找 具备体材的个股 去做操作 那我的看法 高价类股 刚才我们讲过了 高价类股 目前应该是 短线会进入压力点 今天是 四月二十二号 所以 代表什么 代表 夏天即将 做来临 如果夏天 要做来临 那 饮料 相关概念股 你要去留意 饮料 相关概念股 你要留意 除了这个之外 现在四月二十二号 所以 近期你可以发现 暑假的相关概念股 游戏机概念股 现在是 利空很多 利空很多 那这个是典型的 利用利空在进货 我在这边 没有叫你去买 游戏概念股 我只告诉你 如果你有游戏机 概念股 或者你想买的时候 你要去留意 留意 利空不跌 那时候就是 游戏机 可能会打出 第一只脚 除了这个之外 台北春季店老长 刚结束 刚结束 那台北春季电脑展 你可以看到 这一期的商机 应该是在 3C体材 好 特别 3C体材 事实上没什么嘛 我的看法 你说 智慧型手机 或者平板电脑 一开始 当然是很稀奇 它后来就跟 过去的 笔记型电脑一样嘛 笔记型电脑 后来每一台的规格 都差不多了嘛 只是外型 外型 外型改变一下而已啊 或者是你的性能功能 好一点点而已啊 未来的平板电脑 或者智慧型手机 就跟过去的 都不可一模一样 就跟过去的 都不可一样啊 你智慧型手机 再变到后来 也只是你尺寸的大小 或者 或者你有没有增加 一两个小功能啊 那我在跟你表达什么 我在告诉你 就是说 智慧型手机 的产品到后来 不是在于 你 例如说 宏达电或 闪兽你推出什么 而是相关的 关键领主件 它能不能去收费 这是你要去 偏向的思考逻辑 那目前我的看法 今天时间关系 可能个股没办法 帮头头去解释得很清楚 就是说 你要去留意 就是说 什么东西 它可以测到 笔记型电脑 笔记型电脑 然后触控面板 平板电脑 或者电视这一块 电视 就是大尺寸电视这一块 或者我们讲的 就是LED 未来的照明设备这一块 不管是电设备 光源或什么的 那我觉得 表面 黏着 记这种东西 它未来能够 应该是说 各个3C产品 它会应用到 所以你可以去留意 我们今天先买个伏笔 那这个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在这边先买伏笔 明天我们再帮投票 去做解说 好不好 时间关系 我们进广告 电话02 2570 5657 台股我的看法 现在就是 不是V型反转 就是盘间盘 明后两天 应该就很明显了 好不好 从这里到4月底 5月初 应该没有多大的问题 你的关盘重点 在NESDA NESDA反弹的角度 好不好 因为台积电 已经反应 利多结束了 在费城半导体 形成一个 三尊头的情况之下 台积电的利多 应该已经反应 做结束了 今天是4月22号 世界地球日 希望投资朋友 大家一起爱护地球 也希望大家都能够 吃树环保 救地球 就祝你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见 拜拜